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角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和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昨天晚上美股收黑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高震荡走低 最终是小跌了45点 指数来到了21258 成交量是4156亿 请教一下和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 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三场讲座 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这三年硬杠真重要 是 因为接下来台北国际电脑展就要开幕了 现在大开都已经来台湾了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台北国际电脑展一开幕 整个AI全世界开始狂飙 经过这段期间的修正 很多股票都压很深 很多股票回跌幅度都很大 接下来台北国际电脑展 会不会再带动一波 AI行情的风起云涌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台湾AI的股票 有边没边只要站上边的 算一算大概八九十家 所以你要真正事前就抓到真正会爆发力强的 不是事后才能再追高 事后追高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你给林德燕两个小时时间 我把我研究的心得完全跟大家提醒 完全秀给大家看 这样你才可以把你有限资源压在对的股票身上 还没有报名的你知道报名专线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分析 你如果不知道报名专线的 等一下广告时间 记得赶快打电话进来报名 是 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好 今天台北股市小跌四十五点 四十五点也没多多 昨天创历史新高 两万一千五百一十五点 不可能每天创历史新高 跌四十五点也没有跌多少 重点还是在个股的部分 你看到一个月前就开始跟大家讲了 全力充斥520 不要黑白想 胡思乱想没意义啦 看得懂看不懂 看得懂你就不会胡思乱想嘛 那看不懂你要胡思乱想 所以让自己脚步更乱而已嘛 是 所以你就心头捏定了 完全跟着铃银脚步做就对了嘛 嗯 刚一个便当年没多多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一个多月来 我们买的股票涨一档都大涨啊 每个都大戏啊 你看今天台光店 四百五十一块 哇 是 大盘底又如何 对 台光店今天大涨了四% 四百五十一块 我们当时买的 嗯 是不是记得 以色列跟伊朗 这边闹得不愉快的时候 嗯 那一天跌掉一千点 会记得吗 会记得 一天你不敢买 那天我们都大买 台光店那一天 我们就买三百六的 对 那天收盘收到三百五 会人有点担心说 啊老师买了 横掉十块要怎么 我告诉你放心 今天是反转日 我们买的价格 虽然贵一点点 可是事后你就知道了 果然开始 隔天就开始开高大涨 到今天四百五十一 哇 三百六到四百五 一张多少 九十块钱 一张九万 是 十张就九十万了 嗯 你若有买到 真的是九万自摸 哇 自摸 自摸九万 是 买个十张自摸九十万 哇 真好 很好谈吗 很好耶 虽然三个礼拜时间 也会好 三个多礼拜时间 你三百六十万 买个十张三百六十万 三百六十万三个多礼拜 赚九十万 你还不高兴哦 你三百六十万放在银行 三百六十五天 也不过才三万六 对不对 我们才三个礼拜而已 就九十一万了 你看技嘉我们当天 两百八十买了 今天技嘉大涨十五块钱 三百二十九 技嘉两百八买 今天三百二九 一张多少 嗯 一张四万 是的 一张四十九万 那么好贪吗 买个十张才两百八十万啊 两百八十万你们都有啊 两百八十万 赚四十九万 这沟口是会向走不会向走 看得懂看不懂 看得懂 股票市场就如同 你们家的金山银库 随便你要拿多少就拿多少 你如果看不懂 那你再多钱恐怕都不够赔 财教科学会不会吧 这是股票订得最紧的 是 获利也是最好的 现在一股 法人都估到今年一股 可能会赚一百块钱啊 一百块钱 顶次于大力光啊 嗯 一股赚一百块钱 假设如果真的 我估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啊 应该跑不掉啊 那如果一股能够赚到一百块钱 七百二你为什么不敢买 七百三为什么不敢买 一千两百六十跌到七百二 股价几乎腰斩了 你还不敢买 你不敢买 要贪你的手楼购你就买了 今天财教科学会多少 八百六十五 八百六十五 我们八百二八百三买的 一张贪十四万五 十张 一百四十五万 十张一百四十五万 两个礼拜而已 嗯 买个十张 七百二十万 很多人都有 台北市随便一间房子两三千万 平数还不大 对不对 所以有七百多万的很多啊 你敢不敢买 你如果知道一定会赚大钱 谁会不买啊 对不对 你如果事先知道会赚大钱 抢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会不买 是 你会不敢买 就是因为你心存怀疑嘛 你不确定它会涨 那有铃的宴陪伴你 一张一个便当 好啦不要说十张啦 小生啪啪买五顶好不好 买个五张三百六十万 大家都有啊 那买个五张 也赚七十万啊 两个礼拜 五张也赚七十万 买个五张三百六十万 赚七十万 也很好啊 嗯 指数掌结又如何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你要会做 那现在五二零 下礼拜就五二零了 对 哇啊五二零 你又要怎么办 是啊 要怎么办 来听演讲 要怎么办 是 来听演讲 我就告诉你啦 五二零后 马上台北国际电脑展 又要开幕了 所以很紧凑 行情很紧凑 一棒接一棒 所以你不用担心那么多 你要关心的应该是 类骨之间的轮动 会由谁 在接手 继续演出 这才重要嘛 对 否则你一直随着 盘面上的强势鼓 在那边追 虽然说 没博步啦 勇敢而已嘛 看到谁强就追谁 就比起乘的而已嘛 嗯 那有意义吗 没有 最近很多股票都两天行情而已 真的 不担你不敢买 一担你买进去 那隔天就倒出来了 所以我尽情讲解嘛 两两个 钱四个 你怎么去追钱 你追不到啦 最聪明的方法就是 让钱来主动找上你 让钱朝来推动你 那要怎么样能够做到这样 千金难买早知道嘛 属于现在没的蛋嘛 事前的前瞻分析 领先布局 等到水到渠成 钱主动找上你 钱朝推升你 我怎么做到这样呢 单有啊 你收集资料的工作 要比人家踏实嘛 对不对 你看蓝山人寿 专业人们在说这支股票啊 蓝山人寿是什么双子 没钱钱啊我怎么会知道 每天财务报表随时都是公开的啊 都是open的啊 蓝山人寿财报公布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啊 蓝山人寿的大股东 润泰权 润泰鑫 主要获利来人就是蓝山人寿啊 所以在蓝山人寿两个礼拜前 发布财报的时候 我就盯上了 我随时都一直在注意 那我一看到那个财报 我就跟会员讲 蓝山人寿对润泰权的贡献 一记最起码四块钱以上 现在在那六十块 买完之后 上来了 第一根涨停板63 压回来61块半 我们又加码 紧接着又拉一根涨停 69 69 压回来67 又加码 加码完之后隔天又涨停 是 75 哇 短短两个礼拜 从60到75 一张万五 十张十五万 这个过程你们都知道 我看到蓝山人寿的财报 我第一时间会员买进去 马上我节目里面就开始跟大家谈了 只怕说你听着听着 没人在说 润泰权啊 又没有人在讲蓝山人寿 林的院都在讲一些冷门骨 我的冷门是因为行情还没有动 等到行情动了之后就变成市场大热门了 这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啊 论泰权要不会玩呢 每股净值拉高到96.6 蓝山人寿 四月的净利 又比二月三月又翻了一倍 所以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写 你如果要抹的有资金 要求要还要快求 第一季财报全部发布完毕了 你可以从那份财报里面 去找一些很精彩的内容 尤其股价还在底部的 反正要花点时间啊 因为1750家 真的数字满天飞哦 因为你看到那么多数字 有些人头就晕了 哇 看不下了 头晃去了 那就花点小成本 我来看嘛 我来看 我来找你来赚嘛 那就最简单的啊 对不对 我来辛苦你来探钱 这样是最聪明的人啊 还有好几档 我都在等最好的时间 跟最好的价位 我没给你罪罐啦 我们买的都一定从这部开始买的 你们都知道啊 对不对 昨天大涨300多点 拜喜 外资一口气买了400多亿 对 买超第一名是谁知道 是谁 唐龙航空 哇唐龙航空 买4万几张 嗯 丹大法人买6万几张 嗯 我当时开始讲的 哇 很早 我看到 美国西南航空大涨 我就开始盯上了 我就一直提醒你们 长龙航空要注意啊 美国的航空股在狂飙了 嗯 说着说着 长龙航从30 一路涨到38 哎 30涨到38 要30%呢 是的 过久时间 三个礼拜时间 三个礼拜时间而已 林田银是不是又领先市场了 嗯 我们买完之后 外资开始每天 一直在大买 长龙航 华航 昨天礼拜四 外资买了400多亿 买超张数第一名 就是长龙航 四万多张 三大法人买六万多张 法人士又帮我抬轿了 是 又帮我们的会员抬轿了 嗯 你就是这样做嘛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不知道没关系 我知道 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来得用功 所以能够让你在事情没发生之前 就开始预先卡位 你这个我的卡不一天是便当而已 礼拜六 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这三条演讲来听 很精彩的内容 接下来台北国际电脑展 即将引爆AI的行情 谁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两点钟的时间 我让你看到真实的答案 两个广告时间 答案现在报名 好的 谢谢老师 指数再高档剧烈震荡 选对股票 更对老师是非常关键的 想要复制台光电 技嘉 材料KY 还有长龙航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何彦老师这个礼拜的三场讲座 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 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何彦老师坚持直买底部机优 起涨股 一定会待进待出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而且一定要行情发动前线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如果你之前已经错过了台光电 技嘉 还有材料KY的波段大涨 接下来 即将要喷出的AI概念股 一定要好好来把握住哦 想要掌握AI族群 谁的营收最具爆发力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何彦老师这个礼拜有三场讲座 主题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 AI风云再起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02-239-239-88 02-239-239-8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林何彦老师 指数在高档剧烈震荡 选对股票跟对老师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一定要在行情发动前线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想要掌握AI族群 谁的营收最具爆发力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何彦老师这个礼拜有三场讲座哦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好的 你们一边打算要报名一边听我讲 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演讲主题 台北国际电脑展 AI风云再起 哪几只股票 才是真正爆发力最大的 给我两个小时时间 我让你得到满意的答案 接下来 AI狂潮再起 你就是赚最多钱的人 好 台北股市时间 今天跌45点 礼拜四的美股也是小跌 稻穷跌38点 纳达克跌0.2% 分手帮我底跌了0.5% 没关系你们每天假年嘛 美国股市道琼 纳达克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 创了历史新高稍微回档一下 没关系 礼拜四的美股里面 AI普遍是持平的 Intel涨2.4% AMD涨1.8% NVIDIA小跌0.2% 真正强的是在传产股 礼拜四的传产股 比较强的在卖场的部分 沃尔玛涨6.9% Target涨1.9% 百事可乐涨2% 不要小看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也是道琼成分苦 它的获利跟规模也是世界级的 3M涨了3.5% 所以礼拜四美股主要是 传统产业比较强 那铜价礼拜四又继续涨2% 铜价已经开始快要摸到历史高点了 所以铜的需求越来越激增 谁受惠最大 当然是最大间的铜箔基板厂 台光店啊 台光店是全球最大五鲁基板的供应商 什么叫五鲁基板 五鲁基板是零污染的材质 在六年前 国际之间就已经规定了 先进的产品 手机平板电脑 包含网通产品 这两年又纳入伺服器 这些先进产品 全部都要用无污染的基板 所以台光店最近这六年来 业绩是直线上升 刚才坐电梯的 那这一次AI伺服器 对它贡献带动更大 你看它在第一季的营收 比去年成长70% 第一季的获利 比去年成长三倍 嗯 上天天在掌握 整个公司的状况 有没有详细 有 更好的机会是 五百五跌到三百五 这么好的机会点 价格五百五跌到三百五 你还不买 你看不到这些东西 我看得到 当天看到的时候 我在第一时间 这些我完整整 都跟大家讲过了 连时间周期 甚至倒数两天 我都提醒你了 我买了 嗯 我买你现在头笑 是 不然我买你现在头笑 今天四百五十一了 我提醒大家买的时间 你要买三百五 买三百六十 买三百七 你都买得到 我们是买三百六的 今天四百五十一 一张九万 十张就九十万了 林儿燕买任何一支股票 没有偶然的啦 全部都是精心计算过的 全部都是抽失剥茧 了解实际情况 当有把握的时候 才会出手 我不是那种躁动的人 我不是那种 每天都要买进杀出的人 有些会员很可爱啊 参加之后 老师怎么三天没有买股票 老师在 一个星期我参加 一个星期都没叫 买股票 嗯 我说你是为了买股票参加吗 还是为了赚钱参加 嗯 你如果是为了要 买股票参加 你不用参加啦 你每天电话拿起来 随便一支股票都可以买啊 那你如果是为了要赚钱才找我 我没有把握不轻易出手 你耐心等我的时机 当我找到好的标的 当我找到对的标的 我在第一时间 我不会让你错过 这个才是股票投资的真谛嘛 我们是为了要赚钱的 不是为了要买买的 所以我坚持只买底部的GEO股 会买底部GEO股 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 航行一发动 三十八五十八六 你看你们听我节目听那么久了 我哪一次叫会员去追高的 我哪一次 带会员去买那种业绩很烂的垃圾股 我们开大门走大道 钻找最赚钱的公司 当它股价跌升的时候 带着会员进场投资 党党如此 台光电全球最大乌鲁板厂 对 G家 这次AI爆发率最大 四月营收成长两百七十八 所有AI股票里面成长性最大的 材料KY 业绩好到不得了 第一季的获利比去年成长三倍 今年上看一百元的EPS 股价一千两百六 跌到剩下七百二 你还不买 我所有状况都跟大家谈了 你看今天已经八百六十五了 好今天已经八百六十五了 材料KY有地方的 会去哪里 知道吗 长荣行 三十三十一有地方的 长荣行会去哪里 知道吗 人家一个便当 开卖的时候我就会带你 这个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沙迪恩杠 你给我两个小时 我给你满满的财富 大家进来报名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以及分析 何音老师坚持直买底部机优其涨股 一定会待进待出 接下来想要掌握AI族群 谁的营收最具爆发力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何音老师这个礼拜有三场讲座 进一部内容可以留意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的林何音老师 好的听众朋友 想要复制材料KY 台光电 技嘉 还有南山人寿 长荣行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何音老师这个礼拜有三场讲座 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主题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 AI风云再起 想要掌握AI族群 谁的营收最具爆发力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报名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02 239 239 来到会场 何音老师还会告诉你 第一季营收大爆发 股价还在底部的AI概念股 想要领先卡位 赶快把握机会来报名 02 239 二三九八八 零二 二三九 二三九八八 本公司以往其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